很慘吧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身材的 哇真的是那个肥肉 真的已经长到非常夸张 顶着平头造型上身打赤膊 露出圆滚大肚 他是艺人何孟远 2021年爆出劈腿风波后 一度胖到90公斤 何孟远受不了自己太胖 决定拍树生纪录片 就是从我之前很胖 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这一刻真的久等了 何孟远靠着规律运动及健康饮食 成功瘦下20公斤 180公分的他不止双下巴消失 胸肌也变得明显 而何孟远的体脂肪 从32%降到8% 帅气脸庞在线 何孟远身材极限改造 被日本长寿综艺节目向重 让他一度以为是诈骗 打开那个镜头 对面全部都是那个日本人 然后有日本导演 然后就全部都讲日本 然后加上一个翻译 然后我才觉得哇原来是真的 何孟远透露前后和日本导演 开了好几次视讯会议 节目团队今年1月初来台拍摄 而他这次和韩国选手一起比赛 以瘦身帅气激励程度 获得评审来宾青睐 以地尼胜出赢得10万日币 哇太太扯了 就完全没办法想象了 就当然也很荣幸啊 就可以代表台湾 然后可以让日本人 就是让日本啊 或是让世界各地可以看到我们这样 何孟远因为瘦身成了另类台湾之光 还因此有许多日本粉丝来留言 让他受宠若惊 曾经真的很忧郁很胖 然后很颓废的我 可是后来就觉得 其实这些经历现在可以去帮助到别人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然后I love Japan 成绩一年半挥别阴霾 让自己恢复往日帅气模样 何孟远将在9月 推出写真书以及迷你专辑 也期待带着新作品 到日本与粉丝见面 新闻新闻张启云 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